哈喽 大家好 我是熊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花 今天熊二一家出来 给大家分享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小花这几天没有积省 可能是感冒了 然后熊二这几天也在家里面休息 所以今天熊二带宝宝 看我家大女儿 刚刚被我打了 现在又查着我了 因为他特别调皮嘛 到处跑 现在熊二呢 准备要给宝宝洗澡了 刚刚熊二呢 也在那个上面峡谷里泡了个温泉嘛 因为早上熊二在邻居家帮忙建那个房子 所以全身都是那个水泥 特别脏 然后该洗完 现在才回来 然后现在呢 熊二要给小宝洗澡 因为今天出了太阳嘛 给孩子洗澡应该特别舒服啊 接下来熊二带大家了解一下 熊二带宝宝的日常生活 今天熊二呢也是第一次给宝宝洗澡 所以不太会给孩子洗澡 但是这个宝宝特别喜欢洗澡嘛 看嘛 给他洗澡一点多不闹 因为也特别舒服嘛 今天也是大太阳天 熊二刚刚也在温泉泡了个 而且也特别舒服 嗯 给他洗澡呢 他特别的特别的乖 你们那边给寶宝洗澡也是这样吗 因为今天小花在休息嘛 所以熊二就带宝宝 而且熊二这两天哪里也去不了 因为车前段时间不小心关坏了一点 然后现在发展雷波维修 烫火 我这样挤死了什么 哎哎哎哎 女儿呢刚刚被我打了一会儿 因为特别调皮嘛 现在在睡觉 应该快要醒了 带宝宝真的太难了 今天才终于了解女儿的苦啊 喂喂 香蕾 哎呀 嗯 咯 妈咯 走吧 咯 你干嘛 我好 喝了一瓶 保光了嘛 洗花走了嘛 然后在这儿晒一下太阳 然后这些水啊 这些橄榄 再弄回去 它要护睡觉去 你看嘛 现在女儿也起床了 特别调皮 刚刚一直在哭 吼吼吼 哎呀 两个宝宝都差着我 太冷了 走走走 去睡觉 走 太调皮了 走走走 走 现在两个宝宝都特别舒服了 看 两个宝宝喜欢走过后 一点都不闹 一点都不闹 然后阿芳总是要去抱弟弟 你妈妈 我学标 那个阿芳说 弟弟发屁了 嘿 哇 这两个宝宝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 拜拜 拜拜